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Uncle Calvin 广东话新闻报道 我是Uncle Calvin 今天的主要新闻有 巨型橡皮鸭游到维多利亚港 各位小朋友 荷兰艺术家霍夫曼以世界地图和橡皮鸭作为设计灵感的巨型橡皮鸭 6月10日起在维多利亚港展出约两个星期 今次是继十年前橡皮鸭再次来到香港 而他今次还带多了个朋友一起来 霍夫曼希望两只橡皮鸭可以为大家带来双倍的快乐 两只巨型橡皮鸭都高18米 是目前全球最高的橡皮鸭之一 在战艦期间他们就会留在金钟天马公园对出的海面上 看着他们在海上面飘下飘下 是不是好像洗澡的时候 在浴缸当中所见到的橡皮鸭仔那样呢 在海面上的巨型橡皮鸭需要持续充气 虽然他们作为橡皮鸭就不怕下雨 但是这么大只橡皮鸭就怕大风的 希望未来这两个星期 香港不会有风暴的吹杂 6月18日父亲节当日 橡皮鸭将会游到对面海 在尖沙咀一带和大家见面 到时 橡皮鸭将游览尖沙咀的星光大道 除此之外 在展览期间 橡皮鸭也都会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上面出现的 当中就包括了有港铁车站 电车 小轮 和昂平纜车 大家一定要随时留意着他们的蹤影 出发去看橡皮鸭之前 大家都可以先看一下影片 港铁路线系列 认识下不同的港铁车站 尤其是今次去看橡皮鸭的时候 我们会搭去的金钟站 又或者看看 十种生活交通工具 认识一下有橡皮鸭出现的交通工具 还有 数数字1至20 可以一边数鸭仔 一边期待见到两只巨型的橡皮鸭 好了 多谢各位小朋友 新闻报道完毕 再见 UWM WLU EB W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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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